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按对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班达的一个基本架构 怎么去学习它这个基本架构呢 当然还是通过我们在一开始所讲的一个方法 怎么去阅读圆码,结合圆码去看它这个基本架构 就通过Source Insight,然后结合着UML工具去画一画它这个类图 当然我们这里在画类图的时候 不一定完全遵循它这个UML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这里只是去画一画它这个类图 来让我们从整体上对它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来帮助我们熟悉它这个一个基本架构 只要能达到我们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就不再一起去一步一步去再翻圆码 我就直接把它的图已经给整理好了 我们先来整体看一下它这个关键之中都涉及了一些什么 这里代表一个Client 这边代表一个Server的 这张图呢我只是画了一个Client和一个Server 然后用作一个说明在正式的系统之中呢 会存在着很多的Client和很多的Server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BundaDriver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Bunda的驱动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Source Manager 就是U的一个管理者 那我们就从下往上一次看一下 它这个架构中所涉及的这些模块 所提到的一个什么作用 首先BundaDriver呢 是Bunda这个通信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部分 它呢在运行的时候会接收来自Client和Server的一些请求 并在Server和Client之间适当的转发这些请求 来实现整个系统的一个协作关系 这里呢还有一个Source Manager Source Manager呢 它是服务的管理者 就管理所有的系统服务 比如说注册查找 网络 这里呢还有一个Process Theta 还有一个IPC Theta 这两个类呢 相信我们在之前的几个课试 学习之后呢也就不会太陌生了 我们就再点一下它这个两个类 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复杂的一个工作 这个Process呢 它是在对进程的一个抽象 它一个进程里边呢 它只会有一个 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第一 通过OpenDriver来建立和Bunda通信的一个基本通道 第二维护该进程中 所用到的的所有的BP Bender 我们看到这里的BP Bender呢 就是通过Process Theta 它给NU起来的 然后呢 它这里边还会有一个 限量 来去维护它这个所有的BP Bender 第三呢它还有一个工作 会负责产生Bender形成池里边的一个线程 这是Process Theta 它的主要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 IPC 它呢是对现成的一个抽象 一个现成呢 它会有一个 它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和Bender驱动的一个具体的通信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边像会有一些像 TarkWithDriver XQ的Command 和Bender的一个通话 然后执行相关的一些Bender 发回来的一些命令 等等 我们继续再往上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一个BP Bender和I Bender 这里呢 有一个B Bender和I Bender 它们呢 就定义并实现了 Android里边BenderFC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I Bender接口 B Bender呢 是I Bender这个接口 在服务端的一个最终的具体实现 BP Bender呢 它是作为B Bender的一个代理 所分布到 所有用到我们这个相应 这个Server的所有Cantum 我们再继续往上看 相应的 这里 在服务端和我们的Cantum端 分别有一个BP什么什么Service 和Bn什么什么Service 它们都实现了一个叫做I什么Service 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一块它们的作用呢 就是主要 有两个 第一个 接口的转换 怎么转换呢 就是把I Bender的接口 转换为一个I什么什么Service的接口 具体来讲 在Clent段呢 我们Clent 我们通过IPCCS data 调用到B Bender里面的I Bender的接口 在B Bender里面呢 会相应的 调用一个 Untransact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那 会在我们Bn什么时候Service里面去做一个实现 它的最终实现呢 又是调用I什么什么Service里面的一些接口去做一个实现的 最终就把我们调用I Bender这个接口最终 就用到了什么什么Service 它里面所具体实现的I什么什么Service 这一块它的第二个作用 就是Marshly和I-Marshly 这个概念呢 在我们跨境之中 有用到的 比较多的一个概念 我们先对它有个 基本的了解 好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一个相关的介绍 Marshly呢 就是一个过程 什么过程呢 就是把一个对象 在内存之中 它的一个表现 然后 转换为 它所适合存储或 传递的一个合适的数据格式 然后呢 它 经常被用于 我们的数据呢 必须在 一个 计算机程序的不同 模块之间 或者是 从一个程序 到另外一个程序之间 去传递 相反的 在Marshly 对应的另外一个过程 我们叫做一个Marshly 这个翻译成中文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列集和 散集 这个 把一个对象在 预存中 表现 表示 转换为一个 适合存储 或者是 传递的一个数据格式 就是 在我们Android里边呢 我们 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 把 我们通过 这些函数 传递进来的这些 参数 生成一个 puzzle 这样一个 对象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里的一个connect 就是我们在 打开相机 就是open的时候 最终会掉到 这样一个connect 函数 我们之前也有所了解 在对用这个connect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定义了两个 一个data 一个reply 都是puzzle 类型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 函数传进来的 这些参数 写进去 写到data里边 去生成 这样一个puzzle 最后呢 通过 用remote的translate 把这个data 传递到 圆长 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 Android这里的 marshly 就可以 理解为 我们根据 这个函数 传进来的这些参数 生成 一个beta 变成一个puzzle 的一个过程 就是marshly 相应的 我们根据 这个puzzle 来获取 我们的一个对象 或者参数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marshly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reply 它会 相应的 会从服务端 收到一个结果之后 从这个reply 里边读取 相应的参数 或者是我们 这里读取一个beta 的对象 这个过程呢 我们 可以理解为就是 我们的marshly 好我们再来 详细的看一下 在beta 通信的过程中 它这个marshly 和amaterly 的一个 完整的过程 这里我们讲到有一个bp 什么什么service 和一个bn什么什么service 它是部署在client端 它们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实现marshly 和amaterly 这个bp什么service呢 它是部署在client端 它就是会接收client的参数 然后去进行一个marshly的操作 之后呢 再通过我们底层的一个协议站 把它发送到远程的服务端 这个过程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个代码 就是根据我们函数传进来的一个参数 然后创建一个叫做data的一个parcel 另一方面呢 它也会去接收服务端的一个结果数据 然后做一个marshly之后呢 把这些数据交给客户端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逻辑 这一过程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我对应的代码 它从reply这个parcel里边 构建一个对象 或者是获取我们先用的一个参数的过程 在另一端呢 会有一个bn什么service 就会部署在我们的服务端 它的功能呢 就正好与client端部署的一个bp什么service 想法 它就是接收我们在client端 这里marshly之后的参数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marshly之后 把它交给我们的sob 最终呢 最终呢 再将我们sob的一个新结果 去做一个marshly 然后把这个结果传记给客户 这个传过来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收到的 不端的一个结果数据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一块bp什么service 和bn什么什么service 它的两个作用 一个呢 结果召唤 另外一个呢 就是marshly和marshly 再往上看呢 这边的什么client和service 这个很简单 也就是我们client和sob的 最终的一个具体的 用逻辑所实现的地方 我们就结合着 我们在前几个课时 所熟悉的这个通信的一个 基本流程 来看一下它这个 这个基本的架构图 我们在前几几个课 讲到bn的通信流程的时候 我们分了四个课时 先通过看一下 DefaultServiceManager 它是怎么获取的ServiceManager 然后又来看了一下 怎么通过ServiceManager 来获取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camera service 然后呢 我们又看了 获取到我们的camera service之后 client和service的一个通信 在最后呢 我们又把焦点从client 转移到了server这端 去看了一下service 也就是server的一个启动的过程 那我们就结合着这四个过程 再来书一下我们的一个架构图 好帮大一些 首先这里是代表我们的一个client 第一步呢 就是client通过defaultServiceManager 来获取到ServiceManager 这里呢 当然是获取到的它的一个代理 怎么获取到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通过这个 就是通过这个 这句 这句话 它是通过先得到一个process 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调用它里面的get content project 这里的get content project呢 就是帮我们去 所以用了一个bpbender 然后呢 把我们所返回来的一个bpbender 通过interface的cast这个接口 转换 转换成一个iServiceManager 类型的接口返回来给我们使用 这里呢 这张图就会有从client 通过获取一个process theta的一个实例 然后调用它里边的get content object 然后get content object呢 就会帮我们用出来一个bpbender 这个bpbender的handle呢 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直接我们在这里是给的一个0 这个0呢 我们就对应的是service manager 当我们通过bpbender 交到驱动里边 驱动根据这个handle是0 就知道我们是要找的是一个service manager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client通过default manager 来获取到service manager的一个代理 这里就是帮我们用了一个bpbender 然后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interface cast 把它这个进行一个接口转换 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接口转换呢 就因为这里呢 bpbender 它是提供了一个i-bender的接口 我们呢 给它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的期间 我们生成一个bp service manager 也就是bp什么什么service 这里对应的就是bp service manager 这个bp service manager呢 就是它提供了一个i-service manager 这个类型的接口 在我们获得到service manager之后呢 我们client 第二步呢就是调用service manager来get service 就是get的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 这里我们就是以开放service为例 然后就会有client通过调用service 我们会带用到ipc-swed data 最终通过ipc-swed data 和bender驱动交互 告诉bender驱动 我们要通过service manager来查找一个名字叫做media.com camer这样一个系统服务 最终呢就会通过bender驱动 我们进入到service manager里边 service manager呢就会帮我们找到一个根据我们传过来的这个名字 找到一个相应的系统服务 最终通过bender driver返回来 在返回的时候呢 bender driver会相应的在驱动里边给我们新建一个bender riff也就是bender引用的一个节点 然后最终把一个handle的结果告诉了我们 我们在这里呢同样又通过quare-site-set 给引用了一个bp-bender 这里的handle呢就是bender驱动 最终帮我们给生成的根据我们要查找的这个服务 我们之前也知道我们在查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的时候呢 这里只是帮我们认为了一个bp-bender 它对应的一个接口呢也是i-bender的接口 我们还需要对这个bp-bender进行一个interface cast也就是接口转换把它转换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们的icamera service 这里就对应的会生成一个bp-camera service 它提供一个icamera service的一个接口 这里呢我们就通过client然后调用service manager的一个接口 最终通过bp-bender然后再通过ipc-site-set进入到bender驱动 然后呢跨进程来到service manager 帮助我们根据我们传进来的这个系统服务的一个名字 找到先应的系统服务 最终一步一步返回 所以在这里又给我们用了一个 我们要找到一个系统服务对应的一个bp-bender 最终再进行一个接口的转换 转换成一个接口给我们client去使用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time service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怎么去通过service manager 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的过程 那我们再获得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之后呢 不然我们就会再去调用我们的这个系统服务去和他进行一个交互 怎么和他进行一个交互呢 同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会调用bp什么什么service 他提供的这个i什么什么service的一个接口 最终通过bp什么什么service 还是对用到了一个bp-bender bp-bender呢又最终通过ipc threadset和驱动进行一个交互 这里呢我们的驱动就会再进一步 换行service这个进程 通过service进程里面的ipc threadset扣到service里面的bp-bender里面的transact 然后呢再进一步通过hold 后到gn什么什么service里面的ontransact进一步 后到我们的service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业务逻辑 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个怎么通过client 先获取到一个service manager 然后再通过我们获取到的service manager 怎么通过和bender驱动交互进一步 通过service manager 在这里呢又返回来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系统服务 第三步呢就是和系统服务的一个具体的通信 最终也是一步一步交到bender的一个驱动 然后通过驱动唤醒服务相关的进程 最终一步一步就要用到一个系统服务的它的一个具体的业务逻辑 这里边呢就会涉及到这样一些相关的类或者是一些对象 紧接着呢我们又学习了一下server的一个启动的过程 它启动呢第一步当然也是通过先获取到service manager 第二步呢调用service manager的alith service 把自己给注册到这个bender驱动这块 然后呢它会通过调用process set start thread pull来启动一个现成词 这个启动现成词呢会帮我们去进建一个现成 并把它加入到这个现成词 加入到现成词呢这里就是通过fpc thread set 这里循环在这里和来去接收一个bender驱动 发送过来的一个命令 然后通过进一步往回给调用 来处理把这个命令给处理一下 好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呢我们讲的是一个native层的一个bender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没有涉及到一个加化层那块的加化层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一个基本框架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加化层它会有一个出来一个gni 我们加化层bender的它的最终实现也会是经过gni呢 然后最终扣到一个native层native的代码 也就是用我们c加所写的代码这一层 这个是java java呢它会经过gni最终扣到native层 它也是通过bender driver然后进一步的扣到service这个进程 然后再通过gni扣到这块是我们用java所写的一个server 最终跨过gni再扣到这块 它也是最终通过bender驱动来扣到另外一个进程的 这里我们就不再去一步一步去看java相关的一个框架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gni相关的内容 java通过gni扣到native 再通过bender driver然后一步步扣回到java相关的内容 好这一刻呢我们先讲到这里